哈囉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與你分享的是 劉潤5分鐘商學院基礎的第139獎 不斷更新 把優秀變成一種習慣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讀武俠小說 像我記得啊 我在高中時期 超迷金庸小說的啊 把那一本本厚如磚塊的金庸小說呢 全部都肯玩啊 那劉潤老師也喜歡武俠小說 就問啊 以下三種武俠小說當中的常見武功設定 哪一種最不科學 第一是輕功 就是讓人輕輕一躍 就能夠從大宅的正門飛到大宅的後門 第二是頂穴 就是手指在人的身上輕輕一點 就能夠立刻把對方給定住 第三是吸心大法 也就是雙掌一用力 對方60年的武學功力 就能夠被你吸到身上 你認為這三種武功設定呢 哪一種最不科學呢 倫文老師說啊 他認為是吸心大法 為什麼 因為啊輕功如果從科學角度來看 事實上也是可以借助某種可穿戴式飛行器完成這件事的 而點穴呢 也許就像是超強的肌肉僵硬藥物一樣 注射到身體之後 整個人瞬間麻痹不能動 但是對方60年的武學功力 像電腦傳檔案一樣 瞬間傳到你身上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違反了時間率 什麼是時間率 要知道啊 這個世界上 有些東西是偷不來搶不來要不來 用錢也買不來的 而獲得他的唯一方法 就是用時間來換 比如你可能就算花一億 都買不到可以學會騎自行車的技能 但卻可以用三小時的練習時間換來這個技能 我們這幾個影片都一直在特別強調 這些讓我們生活的更好更有效率的 不是觀念不是技能 更不是花錢就可以買到的商品或服務 而是必須要持續使用 直到這些動作變得和我們呼吸一樣自然的習慣 那習慣呢 就是典型的符合時間率的東西 也就是花再多錢都無法瞬間獲得 只能用時間換得的東西 而我們呢 也只有不斷用時間去精進 才能把優秀變成一種習慣啊 這也是今天要與你分享的概念 高效人士的七個習慣當中的最後一個習慣 不斷更新 那優秀習慣的養成呢 是無法通過悉心大法瞬間獲得的 我們需要通過身體、智力、精神和社會關係 這四個方面 不斷培養自己的高效人士的七個習慣 好最終使自己能夠不斷更新啊 具體來說我們要如何把優秀變成一種習慣呢 第一個方向我們可以從身體出發 如果我們想要在商業、管理、個人方面都做得更加優秀 我們就必須要擁有非常充沛的體力、旺盛的精力 要知道啊 最底層的工作者靠體力 中高級管理者靠智力 但最頂級的企業家呢 又回過頭來靠體力 如果去調查的話你會發現 很多頂級企業的大老闆 一天可能就要出現在好幾個不同的城市 日理萬機之下 可能每天也睡不過幾個小時 一個好的身體 就是這些最頂級的企業家得以拼搏的本錢 所以啊 吃營養的食物 獲得充分的休息 以及定期的運動 有規律的作息等等 都是讓身體能夠持續保持健康的重要習慣啊 這些身體的訓練呢 屬於那一種重要但不緊急的事情 每天可能只要花一點時間去做 花一點時間去注意 就可以獲得很棒的成果 而假如呢 你因為工作繁忙壓力太大 而不管不顧的話 最終不健康的身體 將會回過頭來反噬 你精心經營的各種成就啊 第二個方向是精神 要知道啊 強大的精神力量 可以帶著你度過各種難關 而且強大的精神力量呢 不是天生的 是可以透過後天訓練而修煉出來的 任文老師說啊 他在2009年的時候 參加了懸裝之路戈壁挑戰賽 在荒無人淹的岩檢地裡 用四天 徒步了120公里 單調的景色疼痛的雙腿 再再衝擊著他的意志 而當通過理想、行動和堅持 好不容易衝過終點的那一刻呢 他不是洗集而泣 反而是平靜如水 另外啊 他在2013年的時候啊 飛到了青海 用五天的時間 在3300米的海拔上 緩青海湖騎著自行車 騎行的360公里 而在2015年的時候 他另外和十位朋友一起 遠赴非洲 用七天的時間 攀登非洲第一高峰 海拔5950米的吉利馬扎羅山 在大雨、極寒、高原反應等等 惡劣環境下呢 最後他們登頂的那一刻 所有人就抱頭痛哭啊 這些過程當中的痛苦是成長 快樂是獎賞 經過這一系列的精神訓練呢 也幫助劉文老師 幾乎可以面對任何商業世界的挑戰啊 那第三個修煉的方向是智力 智力就是我們人生方向的操作系統 智力訓練呢 就是增加操作系統的功能 就像是手機安裝的各種APP一樣 具體來說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試著多讀書、多寫作 甚至試著養成齁 每周讀多少書 每周寫多少文章的習慣 多讀書呢 可以幫助你獲得更多的知識 而多寫作呢 可以幫助你 把葫蘆豚枣吃下去的知識呢 吸收、消化 這過程當中啊 你會發現齁 你以為自己想清楚的很多事情呢 其實並沒有想清楚啊 另外啊 我也建議齁 把這些寫出來的文章公開發表 接受大家的指教 而這些指教呢 可以進一步回過頭來 幫助你完善你的思維和知識體系啊 啊 以我自己為例 我在學習商業知識的時候呢 是透過簡報影片 把我所學到的知識呢 吸收、消化、並且匯整出來 從一開始一週一個影片都快難產的程度呢 到現在啊 一週三個影片都綽綽有餘啊 而且這個過程當中啊 除了讓我學到各種商業世界相關知識外呢 也讓我磨練到製作簡報錄製影片的技能 更幫助我收穫許多 意想不到的商業合作機會呢 最後一項必須不斷修煉 持續累積的 是社會關係 是情感連結 像劉文老師說啊 常有人問他 你認識這麼多人 那你這些人脈是怎麼建立的啊 劉文老師都會回說啊 給予價值 你能給予什麼樣的價值 就會認識什麼樣的人 如果不能用價值 澆灌人脈 那就只能用人品來抵押 而抵押到最後還不起了 還想要再借的話 就會破產 人脈啊 其實不是那些能夠幫到你的人 而是那些你能夠幫到的人啊 所以持續的給予價值 這是更新累積人脈的唯一方法 給予減去索取等於人脈 付出減去回報等於胸懷啊 習慣是無法通過悉心大法瞬間獲得的 需要不斷訓練 持續積累 不斷更新 就是通過身體 智力 精神 和社會情感四個方面的不斷訓練 魔力前面六個習慣 把優秀變成一種習慣啊 OK 今天影片分享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 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Q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 崇華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